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并不知道他们满脸笑容的背后是一副怎样的嘴脸 亲戚连着亲情 血脉 亲戚不能断了关系 小时候总以为亲戚就是除了父母之外和我们最亲的人 不能怠慢 不能疏远 更没必要去防范 长大以后不再懵懂 经历了太多的人情事故 见惯了太多的人心复杂 越来越明白人情有冷暖 亲戚有好坏 据作家婉晴说 不管和你有没有血缘关系 这世界上的亲人只有一种 那就是关心你 心疼你的 反之亦然 不是所有的亲戚都是亲人 不是有血缘关系的都值得被珍惜 千金一得 人心难测 有的人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有些人面善嘴甜 却心黑似虎 人到中年 如果发现这几种亲戚 要尽早远离 一 贤贫爱富的亲戚 分享一个故事 战国苏秦早期年混得很差 在哥哥家生活 嫂子经常说风凉话 苏秦受不了 离家出走 不久之后 苏秦游说六国成功 配六国相印 衣锦还乡 他的嫂子出城迎接 大显殷勤 不是有血缘关系 就会有情有义 有些亲戚还比不上普通朋友 有人说过 人到了一定年龄 必须扔掉四样东西 没意义的酒局 不爱你的人 虚情假意的朋友 看不起你的亲戚 贤贫爱富的亲戚 在你得意时必来争光 你失忆后躲得远渊的 甚至还落井下石 虽然他们顶着亲戚的头鞋 却做出诸多不讲亲戚的事 甚至在你落魄时倒上一盆冷水 教你认清人情冷暖 永远不要高估人际的关系 也不要低估人性的恶 远离失利眼的亲戚 至少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 无烟瘴气 多一些人情良知 二 忘恩负义的亲戚 俗话常说 生米恩 淡米愁 有一类亲戚 你帮了他九十九次 他全没记住 第一百次没帮他 或者没办好 他就对你怀恨在心 安家里有这么一段 龚先生的公司因为急需钱周转 所以把祖上传下来的房子卖出去 没曾想 龚先生的表姑奶奶 带着他全家过来 赖着不走 说 这房子他们以前也住过 所以也有份 要卖可以 得分五千万的搬家费 原来这个表姑奶奶算是远房亲戚 当年他丈夫去世 龚先生的太爷爷好心收留他们母子 还供他儿子上学 殊不知 这一家人非但不懂感恩 还要倒打一耙 在这赖着不给拆 龚先生的公司差点就要倒闭 这就是典型的小恩养贵人 大恩养仇人 你雪中送炭 我让你好看 你救我危难 我让你心寒 人海茫茫 狼在两旁 大千世界 毒蛇隐藏 暖不热蛇 胃不熟狼 擦亮双眼 不得不防 你的善良需要理性的锋芒 行走时间要擦亮眼睛食人 以免浪费了真诚和金钱在不懂感恩的亲戚身上 却得到寒心的结果 三 唯利是图的亲戚 之前有个朋友讲了一段经历 他父亲下岗后弄了一个小摊子卖饼 母亲帮工 两个人一直早出晚归 他妈妈还一度忙碌到虚脱 到了年终于赚了些钱 回到家 两个姑姑 一个伯伯 一个表姨 都陆续来家里借钱 他父母要用这笔钱做太多迫在眉睫的事 于是一一婉拒 于是 姑姑开始当面罗 背面鼓地骂 说爷爷奶奶对他们偏心 把贪奸命的手艺传给了父亲 伯伯则摔门而出 最过分的是表姨 隔天带着几个人堵在街口 说 你这样不讲情面 我也不用客气 然后掀了他爸的摊子 这件事过去后 他们家心寒不已 对这几个亲戚失望至极 以后再无来往 自私的亲戚为了利益 把情意抛出脑后 斤斤计较 撕破脸皮也在所不惜 陆瑶在平凡的世界里说过 人与人之间的友爱 并不在乎是否是亲戚 小时候 常常把亲戚儿子看得美好而重要 长大了开始独立生活才知道 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 互相没法沾光 沾不上光就翻白眼 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 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 利益面前最能看清人性的真实 若一个亲戚仗着血缘关系 只会予取予求 眼里只有利益 没有人不因此而生厌 四 落井下石 袖手旁观的亲戚 每个人都有遇到麻烦的时候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部分人会选择寻求亲戚的帮助 有些亲戚直接拒绝你 不给帮助 看似冷漠 其实可以理解 或许人家有自己的难处 最无法原谅的是 那些嘴上答应你 却迟迟不肯帮你的亲戚 因为他们的食言与反悔 给你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失 这样的亲戚 袖手旁观 如同火上浇油 不值得你再联系 当你落魄时 惺惺作态关心你 当你遇事后 假装紧张询问你 可是转过身 背地里 却幸在乐祸 看你笑话 其实这样的亲戚 从来不希望你会过得好 会利用你发家致富 会伤害你满足自己 能疏远就疏远 别靠得太近 五 不懂感恩的亲戚 英国作家威廉 梅克比斯 萨克雷曾说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剧 或者不幸 就是一个人大言不惭地说 没有人给我任何东西 现实生活中 总有一些亲戚朋友 打着举手之劳的幌子 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你付出的一切 哎 你们家孩子英语专业毕业的 给我们孩子补补课吧 亲 你出国玩 顺便帮我去免税店买个锅吧 早就看好了 一直没机会买 你家这么近 以后每天帮我带早餐吧 反正都是顺便呗 不但没有一句感谢的话 如果你有一次不能满足他们 他们还会瞬间翻脸 认为你小气 你不对 你过分 这样的人永远不知感恩 他们只会没完没了地索取 即使你奉献得再多 他们仍然觉得你还是亏欠于他 这样的亲戚 有时比虎狼更可怕 所以无论如何都别忘了 人活一辈子 懂得知恩图报 才配得起拥有 面对那些不知轻重 不懂感恩的亲戚 就随他去吧 六 爱嚼舌根的亲戚 相信每个人身边 都会有这样一种亲戚 他们表面对你关心在乎 善解人意 但是转身 就对别人宣扬你的隐私和秘密 甚至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正所谓 来说是非是 必是是非人 那些喜欢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议论别人长短的人 通常都是一些专门接人之短 传人之传 甚至造谣声势的人 这样的人最喜欢鬼鬼祟祟 偷偷摸摸地在背后毁人的名誉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气气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和这样的亲戚来往 你的生活会被他们搅成一滩浑水 而且你越是纵容他们 他们就越是唯恐天下不乱 因此 这样的亲戚 能离多远 就离多远 不要向他们吐露一点心声 也不要听信他们的任何一句话 亲戚 互帮互助 为了增进感情 亲戚经常买网 为了巩固关系 人到中年和亲戚相处 要以亲情为主 千万别玩心眼 耍手段 伤了亲情 不划算 血缘是命中注定的 无法选择 但每个人的生活 却是可以筛选的 对那些独亲戚 只有近而远之 生活才会过得舒心 愿你我都能屏蔽周遭的 假情假意 呵护所有的真心真爱 先讲真情 再论亲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 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 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 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 再见 再见 明镜塔 明镜塔